王岐山达沃斯罕见自嘲和习近平拉开距离 中共模式到尽头刺激衰退 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应邀出席世界经济论坛 2019年年会并致辞在念完演讲稿后 他罕见的调侃自己就是读稿子人低头念完 就算了阿波罗网评论员分析 这是否是和习近平拉开距离 23日中共央行开展2019年离季度定向中期借贷便利操作 操作量为2575亿元经济学家沈建光 认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维持的时间越来越短 实体经济难解和有大陆资深媒体人认为 依靠货币超发和信用膨胀支持高速发展 一直伴随着中国经济成为外界所称呼的中国模式 在运行多年以后 这种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旅居海外的蒙古族学者 习海明指 经济问题会触发中共统治危机 1月23日 在世界经济论坛 2019年年会上王岐山在致辞中称 今年是中共同世界经济论坛建立关系 40周年40年来达沃斯小镇 已经成为了中共观察世界交流思想的重要平台 在被询问是否担心发生世界经济危机时 王岐山说是服事或是或躲不过 提及中国经济他称说起问题来 我难过得要命说起成绩来我高兴得要死 在念完演讲稿后 王岐山罕见调侃称 读稿子的人就是低头念完就算了 赞助商链接 赞助商链接有分析认为王 岐山在如此重要的国际场合 以中共官员固有的念稿方式演讲结束后 罕见的做出上述自嘲 并非是简单的幽默 似有难言之隐阿波罗网评论员王笃然阐述 中国经济下行是江泽民闷声发大败 所造成的共产党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 资本家都入党了根本不是社会主义 在GDP需高靠借债发展空气、水、土壤都严重污染的情况下 习近平在这个烂摊子上也不会有任何办法 除非中共解体从头来水也没办法 即便如此环境的恢复也要几十年以上 王笃然分析中共末期 习近平国进民退加上政敌内斗川普要捍卫美国 比喻中共的入侵这种情况下 中共的衰败可能发展很快 王笃然认为 王岐山应该对形势的发展 有一定的认识他的前台词是他不是决策者 他只是执行者执行者 不担当决策者的责任 纽约时报报道 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倡议 饱受批评 近来转为低调在论坛上 中方只派出商界代表 发表谨慎眼说不过 中共也在达沃斯论坛上 表示明年秋天将邀请各国企业家 参与一带一路商业机会活动 因此一带一路短期内应不会淡出舞台 中共货币政策有效性越来越短 2019年1月23日 周三中共央行开展了2019年1 季度定向中期借贷便利操作赞助商 链接赞助商链接根据央行公告 此次TMLF为首次操作操作量 为2575亿元期限 一年到期 可根据金融机构需求续做两次 实际使用期限 可达到三年 操作利率为3.15% 比中期借贷便利利率 优惠15个基点经济学家 英国金融时报 中文网装栏作家沈建光 1月23日专文分析说 观察过去几轮稳增长措施 其在更长的时间维度上 并未能阻止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作用 或仅仅在于避免硬着陆 而从政策效果持续周期的角度 考量每轮措施之间的时间间隔四有缩短之事 尤其是上一轮到本轮之间 仅仅间隔一年时间 2017年 说明宏观政策的短期有效性 或许也在降低 沈建光表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维持的时间越来越短 加上传导机制仍不通畅 1月全面降准后 一度水漫银行间 而12月金融数据 则提示松货币效果有限 实体难解可流动性陷阱风险仍在 而支持民营经济的一系列举措 也有其两面性 当前措施大有鼓励金融机构风险 偏好下沉之势 可能会造成银行业资产质量下降 经济问题触发中共统治危机 习近平本周一21日 在中央党校开学班发表讲话 重点谈的就是因为经济问题引发的政治安全 他强调 要确保海外重大项目和人员机构安全 美独立观察员是古裔 本周三23日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习近 平希望通过强调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 确保政权稳固 他说 习近平讲话 将政治风险和意识形态风险放在首位强调加强舆论引导 网络治理和思想教育 这等于承认了极权体制缺乏政治自信 必须依靠虚假信息 言论管制和思想灌输 维持生命力体制 很清楚 自己在自由空间 一天都不能活下去 任何体制内改良 都是通往颠覆政权的不归路 旅居海外的蒙古族学者习海明 对自由亚洲电台说 去年以来中国经济快速下行 财政赤字增加市场萧条当局 必须全力维稳 以防突变赞助商 练接赞助商 练接他说 习近平的讲话给我的感觉是他自己心慌了 我觉得这一次是共产党的统治危机已经到来了 这更是习近平个人地位和统治危机 他的合法性 只是靠经济发展来维持 很多人都在看他的热闹 中国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中国资深媒体人马国川 1月23日在英国金融时报 撰文表示 年末岁初随着经济下行压力 不断增大呼吁宏观政策上实行财政 货币双扩张的声音 不断增强 买国川表示 2018年中共政府已经再次加大刺激政策 几次降准及降低银行存款的准备金比率 再加上中期借贷便利的金融工具 央行所释放出的资金总量 已经超出了4万亿 被方尖称为新版4万亿 马国川说过度使用刺激政策可 能会进一步加杠杆 使风险加速积累过高的杠杆率 意味着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大增 中国经济的灰犀牛 就顿待那里 不能视而不见马国川还担心 过度刺激将会挤压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 因为在财政货币双扩张的背景下 各级政府积极将会把主要金利用于扩需求 保增长 而不会着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以往的经验表明增加的货币 很难进入民营经济 而是流向国有企业或债势 房市和股市政府成为投资主体 会对民营经济投资形成几出效应 这就让本应该受到限制的政府权力 进一步扩大了 排挤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发挥决定性作用 马国川说40年以来 以中共政府为市场主导 依靠货币超发和信用膨胀支持高速发展 一直伴随着中国经济 成为外界所称呼的中国模式 在运行多年以后 这种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阿波罗网灵异 综合报道赞助商链接 赞助商链接 日本朽人宣伤 北緣 qualquer bon 美辞 美辞 万 金 呢 感谢观看